我还以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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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走啊 让爸看看爵士珍宝再走也不吃 什么爵士珍宝 我还以为你运气好 简陋赚个三五百万呢 可惜虽然这里面藏有东西 却还是不值钱的玩意 这玉石看起来带血 是能卖大价钱的血玉 其实它是一块死玉 做工粗糙 没光泽 亏大发了吧 自以为是 我告诉你 那五百万自己还 别拖累弱血 这是玉包玉 活脱脱的血玉 没想到这粗糙的甲玉里面 藏着真正的血玉 这手艺太了不得了 这绝对是皇宫流出来的东西 很大概率是皇帝老儿恩赐的东西 担心被人偷了 或者掉了被人捡走 所以用甲玉包着 我一直以为古书记载都是忽悠人的 没想到是真的 这不可能吧 你是不是眼花了 风花 怎么说话呢 这可是鬼眼大师 古玩第一人 他看东西从来不会走眼 他很有价值呢 可以说是无价值宝 不过去年有一块李广的血玉 在港城拍出了三千万的价格 一双慧眼啊 好女婿 好女婿 快把我的将军玉给我 价值三千万的玉石 过两天组个饭局 把那些老朋友都叫过来 好好炫耀你饭 快给我 快给我 别弄坏了 爸 这块玉我有大作用 你要是喜欢血玉 我待会可以给你淘几块 你有什么大作用 我前几天还高兴你变了 没想到你这么贪婪无耻 这玉石算你的 我也不争了 但玉石现在借我看几天 这个总行了吧 这才刚弄出来的宝贝 就有人盯上了 果然是才不能外露啊 爸 玉石真不能给你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 是吧 真是硬了 连给我看两天都不行 夜十三我对你太失望了